好的主播画面可以看到民众发现在高雄古山三路跟五凤路口 地上居然长出大树 靠近看不得了这棵树长得非常茂密 树枝从水沟里面窜出来 底下的土壤看起来超肥沃 拿尺粮发现这棵树已经长到210公分 不只这个水沟盖 它的前后的水沟里面也都长出植物 真的太离谱 今年两次台风古山区变成淹水重灾区 被质疑到底是有多久没清理 现场直击发现环保局人员已经开始清水沟 一大早工作光是这一排就清理了将近40代的淤泥 高雄今年遇到两次台风都灾情惨重 水沟淤沁成这样甚至长出两公尺大树 民众甚至对比出2022年的街道图 还有10月16号的直集图片 难道是两年内都没有清理吗 也让民众非常傻眼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